雨晨 雨晨 我现在特别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 因为等了这么长的暑假 你终于又见到了 我这么帅的同学了 你猜对了一半 我等了长长的一个暑假 终于又到了普通话日了 你知道普通话日 是在每一个月的哪一天吗 今年的普通话日 普通话日是在每一个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四 所以明天就是普通话日了 可是你知道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吗 是尊重 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是尊重吧 尊重与包容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与族群文化下 不仅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 培养出的性格与生活习惯也不同 我们远注明的脸部轻达轻达生 我们远住民脸部轮廓较生 但是我们身体都很强壮健康哦 不论肤色黑或白 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每个人在外表 个性、习惯、语言、能力 各方面皆有差异 但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除了要了解彼此不同之处 也要学习包容欣赏彼此的特点 让生活更和睦 那你直接问我又不要跟你去看那部片就好了嘛 可是总要问你的意见嘛 你要问又要生气 那还不如不要问 我没有生气啦 我只是想说我们这么有默契 一定会想看一样的电影嘛 我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再怎么有默契也不可能永远都一样啊 对不起嘛 那我们一起去看你想看的电影吧 算了 反正我两步都想看 另外一步我再做DBD好了 耶 到时候我陪你去租片 嗯 尊重是指关注或体贴考量别人的别人或结果 避免产生伤害贬异或中断他人言行的行为 尊重包括尊重自己他人不同的群类和文化 我们应该耐心听别人说话聆听别人的意见 说笑时要考虑藏河不可打扰别人 上课要专心眼睛看老师尊重老师尊重自己 顾虑别人的感受不可取笑别人 要设身处地的理解别人别自以为是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欣赏和包容彼此的长处和缺点 我们一起做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 我们明天就勇约参加普通话日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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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